懸了 這回徹底懸了 怎麼了 上海市民已經全部哭昏在窗簾後的廁所裡了 專門跑窗簾後哭 挫火 哪逃回來這麼多擾巴情節呀 甭逃回來 黨魁習近平帶來的 走哪兒他擾不到哪兒 甭說 又到上海了 然也 央視肉喇叭玩命廣播呢現在正 習近平上海行 服務實體經濟推進高水平開放 走進上海期貨交易所 好怕怕 爛美地要對上海經濟再度出手了 大褲衩用激動而恐懼的顫抖音說 28號到29號 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市考察調研來了 顫抖主要來自恐懼 他竟然還考察了上海期貨交易所 還要了解上海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情況 還要指揮方向 徹底絕望了 上海市委表示 胡說 你去過上海嗎 你是上海人嗎 你了解上海人的絕望 信心到底有多強大嗎 大點說實話 不了解 那就好辦了 又要蒙事 請看黨大外宣 南華早報 聯合早報 等各種早報 大外宣起的還夠早的都 起的早不關鍵 關鍵是中國故事講的好 大忽悠又要走起 這麼忽悠的 習近平到訪上海 是要在上海重新宣誓改革開放的決心 重申 黨國堅持改開道路不動搖 以提振公眾對改開和黨國經濟前景的信心 等等等等 大外宣能不能先了解一下情況再忽悠啊 什麼意思 還是老習堅持開放不動搖 老習沒到場 川聯先給我們拉上了 堅持全局靜止不動搖 還差不多 這事兒他也知道 這位上海師族青年 有點情緒 又來這人 不怪劉卓吐槽 上海市委市政府 針對川聯 採取行動了 尤其是慘遭 席包的竄訪那些地兒 對了 老習要竄訪的幾個地方 各單位群發通知了 通知 接張江派人所通知 10月28號早9點到晚9點 因張江地區舉辦特殊重要活動 將對部分區域進行臨時管控 現對上海張江職場辦公人員做廬下提示 勿為言之不欲 恐嚇心的幹活 管控期間 張江所有職場窗簾必須保持下拉狀態 所有陽臺花園們均保持閉鎖 你想看看風角都不行 可以看 but 被狙擊手瞄準了挨槍子 可別怪黨媒幹什麼 我這嘛嚇成什麼樣了 這是 注意 職場內將有公安特警人員 特勤人員全部入住職勤 別惹他們啊 人有陸怒症 端著機關槍呢 你黨直接往職場扔炸彈多好 省得弄得跟鬼子進村似的 這氣氛確實有點恐怖而緊張 誰說不是 把老年網友的回憶都勾起來 什麼呀 楠楠表示 上回因為有人來提前關窗戶關門 好像還是抗戰那會兒 嗨 日本兵進村全這麼幹 徹底跟日本侵略軍接軌了 您就說說吧 走哪害哪 這種政權存在幹什麼 千古疑問 網友都被雷出哲學腦洞來了 哲學 說了 有的政權還活著 but他已經死了 關鍵他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呀 抱歉您誤判了 沒有誤判了 人知道 要是不知道 能要求所有窗戶下半簾致哀嗎 嘿好下半期改下半簾 威武 網友全部一碗涼水看到底了 怎麼說 說呀 嘴說改革開放 實際關門打狗 看誰還敢伸小手 網友玩搶男子 習近平就敢 保黨事業出病 總得有人指揮不是 包吐掌櫃表示 請好吧您呐 殯葬方向這事 我門清 齊火 強理強待金句妙評 歡樂開掛直面人生 乾淨事件和優惠的各位茶友們好 我是劉卓 我是李政 海外獨家對口時鐘向上頻道老北京茶館 又跟您見面了 繼續盤點黨國盛世笑調門牙的新聞段 看天到老扶沒牙扶沒牙子 有那麼可笑嗎 你這 懷疑茶館段子爆笑雷人程度 前方真有雷爆 沒牙先扶上去 話說中共黨魁習近平 放出各種雷人大招 正常人全看出來了 習的爛尾指揮 他有多雷人 結果 黨的各級悲催好幹部們 愣是假裝看不出來 繼續玩命表忠 他也得敢不表啊 一段時間以來 網上流傳一篇 黨刊中國新聞網的雷人表忠文 習近平文化思想首次提出意義深遠 這就完了 差評 忒俗 沒心意 別急呀 心意立馬就來了 中央政治局委員 14屆全國人大委員會副委員長李鴻忠 在學習首次提出的 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安討會上 發表重要發言 什麼呀 說了 學習了習近平文化思想後 猶如啼壺灌頂 啼著尿壺灌的 瞬間覺得自己如同 諸葛亮、劉伯溫、附體 我咋麻附體都來了 腦海中 一下子想通了很多很多 不行啊 才倆很多 很多不絕對 就是絕對不很多你這 習主席的著作 毫不誇張 可以這麼說 怎麼說呀 要比2500多年前的道家傳史經典 還有深邃一萬倍 我的媽呀 徹底暈 必將指引全世界人民走向更加輝煌的未來 習主席呀 就是中國的活神仙 活神仙都出來了 還是諸目狼馬封上的熊嬰 小熊變熊嬰 長白山上的咆哮巨龍 完了這回行了 人白頭山正宗傳人 地表最牛芭蕾後金三胖肯定不幹 蹦下來了 敢跟我這裝白頭山巨龍 把我這胖龍往哪晚 胖龍懟巨龍 龍一現原形 一尊緊急指揮 趕緊掐樹葉趕緊掐樹葉 把我們這倆咆哮巨豬幹顏事了 這原形現得漂亮 倆巨豬 等會兒 我還是若若一問你一下 表中董國軍李鴻忠這熊文 這到底真的假的呀 經理正本人上網搜尋查索 木友發現這篇辣文 故兒十有八九說假的 錯誤了 半假證的開始盯著李鴻忠表中了 這怎麼辦現在 半假證的可沒這本事 必須是網路高手 還得運用適度誇張的手法 讓黨官們在黑老大習近平瞎指揮之下 各種醜態擺出的表中 展現的生動鮮活 異於發現 那倒是 要不這黨八股文章 老百姓一天到晚聽習慣了 很可能覺察不出來 這一般性表中文章的荒誕 幽默起的就是這作用 就是把中共的荒誕無恥 最大限度集中呈現 讓最不敏感 最沒有幽默細胞人 也可以感覺到他的荒謬可笑 這還真是 這就是向上那門藝術的價值和意義 也是所有幽默文字的魅力 確實 網友阿泰就點評了模仿李鴻忠的表中文章 怎麼說 人說了 這個確實是高級黑 高級黑 網友惡搞 BUT大家全信呐 因為太可信了 其實大家信的是什麼呀 信的是李鴻忠表中體現出黨性的無恥和噁心 還有一點呢 網友友雲 原諒李鴻忠 原諒 他不這麼說可能有生命危險或者被抄家 那還真難說 當初你黨幫派內鬥的時候 李鴻忠正是巴京喊上幫的人 怕為打老虎 所以跟天津玩命喊的 忠誠不絕對 就是絕對不忠誠 絕對兩回 不過呀 這位喊也是為自個喊 網友說了 您信不信 有朝一日豎倒胡遜散 這哥們第一個蹦起來劃清界線 口誅筆伐的就是他 不過最次也得排第二 蔡奇已經把那第一提前預定了 這樣 其實說回來 大家聽高級黑表中文 覺得荒誕不驚啊 那僅僅因為文字表面的說法過於誇張離奇 覺得有點不靠譜 全都是這感覺 絕對不可能 問題就在這出現誤判了 表面的荒誕覺得不可能 可但是但可是 那些貌似不那麼荒誕 其實同樣甚至更加荒誕不驚的 更加 卻是司空見慣 熟視無睹 到處都是 不會吧 還有這樣例子 哎呀 反射狐堪憂憂 還是是堪憂 剛才說這兩篇南華早報聯合早報大外宣文章 它不就是典型例子嗎 南華 對 你不說我還真忘了 老習竄訪上海 這兩家報紙玩命吹習近平指揮 改革開放 這才對 獨立時評人蔡善坤都無語了 說 南華早報意想天開 說習近平視察上海 試圖像當年鄧小平南巡一樣 宣誓黨國重啟改革開放 什麼重申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 我願意 當初李克強去深圳就說了一句 要堅持改革開放 黃河長江不會倒流 就慘遭游泳三百米去了 這南華早報小編得開多大腦洞 能把習近平和鄧小平改開 聯繫一塊去呀 蔡善坤也說呀 今天的國際形勢 國內政治氛圍 跟30年前中國不一樣了 是啊 尤其是經歷波及全民的封城清零 還有對國際金融中心的整肅打壓 可以說整個中國人信心近視全無 再用欺騙性謊言大忽悠 不光難以挽回國人信心 國際社會認同感也沒有了呀 反正根據習近平這人喜歡搬石頭 砸腳的槓精習俗 保不齊 但有可能換來上海經濟再下三成 或者再給上海人來一個第三輪全欲禁止 屁屁屁 長嘴長嘴 上海人表示 不送快走 讓那位帶著病毒能滾多遠滾多遠 我們受不了 都避之唯恐不及了 專門幹趴改開的病毒領導人 專門領導病毒的 網友不說 習包子的改革跟鄧小平的改革完全兩回事 鄧小平是對毛路線的改革 習包子是把鄧小平路線改回毛路線 好 這樣理解就不會對習包子的改革越來越倒車感到困惑了 可不 估計上海人本來還幻想上海能緩慢恢復經濟呢 他這兒一上手徹底涼了 這位爛尾弟真靈驗呢 一抓就爛尾 一抓一個準 又還準 網友老徐怎麼說呀 香港上海二十大 三件大事已經表明那位的全補決心了 從此 我再都不看新聞了 趕緊的吧 我現在就怕一事了 好日子來的太突然了 好日子肯定突然 用指揮梁家河的思想 指揮上海經濟 您不用細品就知道啥結果 一大盤黃花菜 徹底涼涼的結果 涼涼透了都 網友怎麼說呀 黨是沒錢了 所以才戴上微笑面具開始大忽悠 鼓子裡邊的算盤是什麼呀 豬養肥了才能殺 三年大折腾之後 又到了需要好好養豬的環節了 咆哮聚豬表示 聚豬 說一千到一萬 還得先養豬才能後殺 保黨事業全跟豬有關 黨表示了 一點兒不撮夥 我黨黨中央是豬堅強領導集體 我黨保密的幫規 是死豬不怕開水燙 我黨的老朋友呢 全是豬隊友 您黨還選擇了一個豬頭小隊長 當領導人 直接把黨國治理成豬眷了 習某某表示 別光盯著我一人啊 就我跟豬有關系嗎 啊 毛腊肉那不也是腊豬肉嗎 誒 甭說 網友還真說這兩頭豬的關係了 兩頭豬 網友說了呀 上回外資湧入是因為腊肉死了 下回外資再來 估計只能等那位死了 中間這段時間 您就甭想外資有什麼事了 您就說多絕望啊 關於不用想外資的具體原因 網友也說了 怎麼說 他選擇跟俄羅斯 伊朗敘利亞這些國家炸銀塊 別說打開大門 您就是把大門給拆了 別人也不敢 這蠟瓶簡直是精辟洗乾兒子 嚇人 時評人蔡勝坤最後感嘆 習近平重提改革開放 讓國際媒體和政商大佬們一頭污水 黨國目前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跟改開完全背道而馳 滿領 加上大肆渲染反間諜法 抓捕外企員工 抓人 過去隱身的國安部現在也高調亮相 直接站出來 對經濟金融業務開始指手畫腳 風橋經驗 老習跟風橋經驗罪行案發地 直接來個直接入信入腦入魂取經完畢 所以習走文革回頭路的趨勢 地球人都知道了 全都知道 更甭說 老習去年新年賀詞 隻字媒體改革開放私人 外界怎麼品怎麼覺得 鄧小平改開已經畫句號了 沒想到過了半年 習大翻臉 4月份又開始嚷嚷把改開進行到底 沒告訴你 黨已經神經了 完全都是平底鍋邏輯 落大餅 蔡仁坤也說 如此矛盾反覆的說詞 讓人無所適從 即使最擅長揣摩盛意的所謂親信 也沒法預知習在想什麼 他要幹什麼 反反覆覆下折騰 對中國經濟的衝擊 沒法阻擋了 聽見了嗎 親信也無法預知習想啥 生動描繪出一副 黨國定於一尊總鑽風 剩下的一水小鑽風的尷尬畫面 哎呀 您這個有問題呀 這形容啊 親信小鑽風再親 他也性不了習 對 就像中歐關係再需要緩和 也不能以牺牲包子鑽掌櫃的家族企業利益 為代價 等待 包子鑽家族企業這幾意思 上大新聞了各位 說說 美國之音發重磅文章 美國智庫冒號 習近平家族涉足電動車行業 中歐電動車補貼爭議 難解 習近平家族企業 和這位一天鬧 工程不必在我這打江山小能手 還有一家族企業呢 說什麼呢 要不動態清靈打疫苗做核酸 老習能犯槓精病 死活不換肩子 房間好多人還披露了 說核酸檢測和新冠疫苗 全有一尊家族的人員涉入 我記著您 抱歉 您又out了一下 這次說的還真不如那個 還有別的企業 說什麼呢 按美國之音說法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跟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下個月就來了 造訪北京 跟李強甚至習近平要舉行中歐高級峰會 美國一家智庫發文章 一分析 這倆人肯定亞歷山大 因為他們要處理中歐之間 包括電動車補貼在內 錯綜複雜的難題 錯綜複雜又是電動車的 不是這跟老習家族企業有什麼關係 沒走 短路了 別急 您聽下一句 說說說 歐洲試圖讓中國遵守規則的努力 因習近平家族涉足電動車產業利益 而變得複雜 完了這回麻煩了 馮德萊恩白在11月16日發表政客演說了 我記得他當時強烈抱怨中國政府 說中國政府對電動車行業進行高額補貼 對 就這做法讓中共國生產的大量廉價電動車 傾銷歐洲 跟歐洲市場泛來成災了都 對呀灌水呀 不過現在跨越不了的問題來了 什麼問題 歐洲政策分析中心報道說了 馮德萊恩到北京以後 你最好先跟習近平挑明這事去 攤牌 因為習家族就在參與擴展中國電動車產業 而且從中大漏好處 去暈了這個 習近平家族 到底說誰呀 誰參與電動車就全你說了 行了 該隆重推出本套書中著名的 那位號稱他將沒他不負人民的 豬頭小隊長習近平 外甥女婿伏大牛了 什麼 什麼牛 啥字就記入一個 什麼關係 伏大牛 伏大命大造荷大的伏大 牛人一枚的牛 伏大牛 這世界還要這麼散發相處氣息的喜感名呢 人都戳這了 您還懷疑什麼 關鍵人的名字不重要 就是圖個極地 這是一名 是身份重要 啥身份 習近平女婿 外甥女婿 外甥 娶了習近平二姐 其安安的女兒吳雅寧 另外 女婿是個老外 外國人 外國外甥女婿 這二外 對六二外 美國之音介紹了 別看這人名字起的土 啊 罷他 這可是關鍵人物 關鍵人物 因為他是在英國 溫布爾頓長大的英國福大牛 簡稱英國牛 挫火 真人絕了 說話去年夏天 一位福大命大灶大的英國牛 突然出現在外界的矚目之中 因為 一家處境艱難的美國初創電動車廠 叫 菲斯克 宣布了 要在上海建立一個經銷中心 他們任命福大牛這個人 做中國董事會的成員 我這兒潘怎麼依稀想起腊肉那句名言呀 哪約 一個外國人 不遠萬里來到中國 這是什麼精神 這是國際主義買飯和騙子的精神呀 行行行 打住吧 您這話得亏跟我說 您要上微博說去 直接三頓飯不愁 有人伺候了 錯誤 看來這位外國外甥女婿是老豬的屁股 摸不得呀 豬的屁股 一開始沒這麼珍貴保護範 報告說了 福大牛2005年移居的中國 參與了一系列清潔能源的合資項目 清潔能源 然後不知道怎麼鼓刀的 突然娶了習近平外甥女吳雅寧當媳婦 什麼叫 不知道怎麼鼓刀的 過程離心悬疑 因為大牛這人呢 曾經當過一外國北漂 曾經在北京外國人光顧的 昏暗酒吧裡邊四處閒逛 國際二溜的 這二字去掉 人家溜的也是盲 所以可以叫國際盲溜的 跟國家二溜的不意思嗎 閉嘴打住 嚴禁妄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外甥女婿 那倒是 穿上皇馬褐二溜子 近飛西底子 判若天淵天壤之別 過去是在昏暗酒吧 檢食殘耕領治 現在還了得了 在天門廣場旁邊 人民大會堂中間 跟大公司CEO世界領導人談笑風聲 這都誰告訴您的 大西洋雜誌對福大牛的人物介紹說的 我這外國土豹子開花 玩出國際小傳奇來了 絕對是電動車界的傳奇呀 人大牛說了 雖然面對馬斯克特斯拉電動車的惡意競爭 怎麼辦 我怕 我掌握的資源 老馬不掌握 我掌握 皇清國氣掌握 皇表清國表氣 大牛還說了 表怎麼拉 在政府政策和消費者習慣兩個層面 我們面對非常迅速的向電動車的過渡 這給我們菲斯克呀 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大好的商機 這商機來了是肯定的 什麼政府許可證 補貼優惠這些稅務待遇 肯定是分分鐘的事兒 菲斯克董事長菲斯克說了 我們在中國最快明年就投產了 這麼快 每年潛在產能七萬五千輛 不少了 玩兒呢 全電動多功能運動型SUV 大牛他大舅習大哥說了 答應我們 要對歐盟的反補貼調查進行鐵拳反擊 靠上大樹真好成年 天哪 我怎麼感覺有一種定於一蹲的反腐敗大廈 要轟人 塌方的幹腳 怎麼呢 這麼個反腐那麼反腐 好說回來 直接操控國家政治經濟外交關係 只為最高領導人家族的私人利益服務 一尊表示 誰跟那說三道四指喪慢懷呢 懷又不行了 把話說清楚了 你們說的 只為謀求最高領導人家族的私人利益 說的到底是 我姐夫無龍掌握的生物企業 對疫苗產品核酸檢測的壟斷供應 跟我動態清靈打配合 還是歐洲大牛幫我研究電動車 還是我顧 謝謝 夠了 今兒先交代到這兒 明兒提審 借著給我們交代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餘香 別忘到乾淨世界訂閱老北京茶館 是的留言有鏈接 走起您呆 乾淨世界再見 再見